当我们在淡宰岛进入盲盒商店时 你就会听到宰宰熊说 你愿意的话带我回家吧 那么究竟是谁要把宰宰熊带回家 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不好奇这个人他究竟是谁吗 众所周知宰宰熊非常的可爱 如果你喜欢宰宰熊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在淡宰岛 它是有居民楼的 小伙伴们你们看 白色外里面就是居民楼 并且每一个居民楼外面都装有空调 并且在夜幕降临时 他们就会打开自己的房间的灯光 小伙伴们你们看 灯亮了 那么究竟是谁要把宰宰熊 这么可爱的一个小熊带回家 我和学姐发现 这个人他其实就是僵尸博士 他会说 但是当他看到宰宰熊以后 他就会改变自己的口吻 说 这个翻译过来就是我来带你回家吧 你表情包中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宰宰熊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他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所以说在灯宰岛中 想要带宰宰熊回家的这个人 他其实就是僵尸博士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了吗